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赛前大家通过镜头以及是现场这个收音都感受到了 哇 超过五万名的现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震撼 那么今天回到主场 万众期待要拿一个好的比分 所以看看苏亚雷斯有没有什么新的锦囊妙技 新空体 赛前我们也是听到很多相关人群的介绍 造价不菲 让王生超出现在右边 还是两个人都可以换一换 中卫肯定是不变的 组合 中卫的组合是张临鹏来搭档蒋光泰 这个角球看起来 直接来一角 球打进了 漂亮 海港在客场 无垒箭球 1.00先 这是新赛季无垒在中超联赛的第四个箭球 是 比较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郭安在禁区湖顶一个人也没放 一般在二点上怎么得得有一个人干扰 你放不了两个人 放一个人干扰一下也好 但是郭安这下不知道是怎么安排的 照理说这种防守定位球是队里边安排最仔细的 郭安现在好像找到这个点了 就是严峻零向彩毁康的脚下送球 郭安好机会 直接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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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 郭安盘平了比分 郭安的助攻 郭家的进球 这段时间 郭安刚才还提到 郭安大胆的潜压 让海港方面自己办场的传递 也出现了很多低级失误了 没错 再来看看 刚才郭安这次的进攻 扣这下扣得非常好 百扬自己也没有贪攻 选择交给了郭家 最后停球这下好 郭家就是不敢直接打门 就是为了停 停好了打 他这个球停的分量非常好 对 而海港方面后方线上的布阵也出现了漏洞 也是在局限附近 没有人来盯防对方的后上球员 这是上场比赛 海港拿到的第三个角球 这次是在前场的右路 奥斯卡来处理 投球 相当有威胁 齐塔迪尼 巴西的后腰 郭安队是纯战区域放手 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最多就一米半 但是这个球的落点就准确找到了 夹在中间的这个齐塔迪尼 对 在百扬和恩加德乌中间 找到了齐塔迪尼 你再让奥斯卡有调整的时间 他就来脚的了 看这个脚球 巴西加斯 控球权还在海港队的脚下 后点 这球顶出来 冲撞门将犯规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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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当时已经是在侯森的掌控之内 慢点头我们再来看看 就这一下 拿住以后往回收的时候 被吴磊撞走了 对 守护员是在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 是最脆弱的 为什么 他都注意了一个在手上 另外一个身体呈完全打开的状态 这没法紧缩身体 对自己有个保护 股价又来了 林良明直接转 转得不错 何宇宏 好球 点不错 高度不够 速度再快点 是 那中路就有至少两点的包抄了 对 对 你再看这一球 打得线路很好 林良明这下转得非常好 对 线路很好 那你看 是不是 真是硬硬在空中又停了一会儿 对 他有制空的时间 否则的话 身后就是对方的林良明和张玉宁双轨拍门了 是 好球 这个传球相当有威胁 二打一 啊 还有机会 奥斯卡 几打迪尼 刚才奥斯卡是第一时间想找吴磊的 啊 巴尔加斯 看他的船中 还有第二波进攻的机会 进去里边已经有五名海港的球员 顶高了一点 是 王神超 还是挺有分寸的 对 后点的位置 你看 是 他就是第二脚直接找后点了 上一次是这个谁 冯进 对 这次是王神超 所以其实海港 这个赛季真的是三线的配置 都挺强的 是 就看这个替补中锋 古斯塔沃 对 今天在替补席上 有没有机会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能力 三角短船 倒进去里边 可以打满了 再有捕射的机会 这下侯森立功了 都被侯森化解了 第二脚捕射的是 缝射 缝射 巴尔加斯 这脚打得好 我们看内切之后 国安队缺少内线的保护 等于是这个距离当中 给巴尔加斯从容的时间去调整 然后拉弧线 侯森也只能是忘球星探的 嗯 巴尔加斯 球传得好 缝尽 扣了一下 再扣 直接打了 可惜打在了边网上面 是 这两扣倒是有一定的想法 哎 巴尔加斯这个球传出来 就让百扬很被动 嗯 你必须得全力 而且每一个对方的假动作 你都要保证 他不是真的射门 所以很容易吃 遮假动作 吃假虎 不知道现在杨丽渔的状态怎么样 按照他以往 他的这个情况来讲 他在右边路 应该是蛮有攻击性的 哎 没有犯规 巴尔加斯 机会 这个投球啊 冲上了 没顶准 古斯塔莫 嗯 还是跟本场比赛的很多进球和危险情况发生的基础一样 嗯 就是前场的反抢 对 抢完之后 三下五出二就完成了最终的射门 巴尔加斯这球送的真好 古斯塔莫 这球还是传得不错的 嗯 卡卡乌雷 在进去里面角度比较窄 扣了一下 连空两下 再找队友 好漂亮 大球推进空门 嗯 奥斯卡破门 海港 再次领先 嗯 今天吴磊船射建功 是 上海海港 这个进攻端 重外援 一起首发 嗯 这个进攻威力 是 有点扛不住了 对 而且这个配合呢就是以 奥斯卡加中锋做强 蹭给打边的吴磊 就我们之前说了 吴磊在这个 古斯塔莫上来之后啊 他的这个 位置感和状态 就跟在关队 和张云打配合一样 这是一个变中结合的一个灵活点 他最喜欢打这个位置 两边的后方球员 在关方面 左路的江文豪 以及是补上来的特拉奥雷 都被吴磊这两扣给换过去了 嗯 然后吴磊在 吴磊在无私助攻给奥斯卡 嗯 再检查一下 看就是 古斯塔莫给吴磊送直传那一下 有没有越位 嗯 好像 是有越位 有越位嫌疑 有越位 吴磊比起这个江文豪的位置 右脚稍稍靠前了一点 嗯 后卫回追的时候是最容易吃假动作 你要高速 越位 进球无效 这样场上的比分 还是1比1 哦 方浩 进区里面 在做摆脱 采盘 盘罚了叠球 替捕上来的方浩 制造了对方 防守球员 进区里面的犯规 对 要不然就是造犯规 对 看看张琳鹏 有没有碰到方浩 还真碰到了 转身还是慢 被对方前锋这么一扣 一变相 嗯 张玉玲来主罚 新赛季第一轮比赛 做客2比0 击败苍州雄狮 张玉玲 曾经取得过进球的 面对燕俊宁 主罚命中 战一来 滚 逆转了比分 2比 这个点球也是相当霸气啊 很自信 是 今天替补上阵的张玉玲 主罚点球命中 在下半场比赛 进行到第82分钟的时候 帮助国安首次领先 是 这是下半场比赛 国安队第一次重目标的胜门 对 就来自于这个点球 是 角度不是很丢 偏中路 但是呢 力量大 看看最后这一传 机会 扮平了比分 投球 又是 武雷 国安队有球权拿到的可能性 但是呢 都没处理好 都被海港队 这一团呢 让武雷顶得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而且之前我们说的 他进第二个球之前 就感觉甚至状态非常好 耐力好 是吧 速度不减 而且能抢 能回追 能前插进攻 嗯 就首先 他那个进球 他得跑到 跑到 神子贵传球的线路上面 那个投球相对来说 是容易一点点的 是 这样一来 这场金户大战 以和为贵 嗯 吴磊是这场比赛最耀眼的明星